這個社會動蕩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我們已經回復正常 我們對香港未來是很有信心 我們已經是由亂入治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我們依然有獨特的優勢 我說我們香港的一國兩制 過去25年都是在香港實施 這個一國兩制就是香港的記者 就像習近平主席所說 在慶祝香港回歸25年的時候 在7月的時候 他就指出一國兩制是會繼續下去 我們一定要長遠堅守這個一國兩制 這個是有很好的原因 是這麼做的 兩個月之前 加拿大的廢沙學院 是將香港平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 我們擁護資本主義 我們擁護資本主義 也有普通法 跟以前一樣都是這麼堅固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和很低的稅率 也都是資金可以自由流動 我們也都維持了 我們長期維持 我們作為一個自由港的地位 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 法治是香港是非最重要的 我們的司法機構是獨立的 是基本人權 包括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集會自由 都是受到我們的基本法的保障 基本法也都指明就是我們嚴守國際公民政治權利 這個條約在香港依然是會獲得遵守 是不會改變的 一國兩制是確保我們是和國家和世界各地保持這個聯繫 香港是無縫的和內地的聯繫 香港是有很多的優勢 其他的經濟地方都沒有的 香港依然是唯一的地方 是我們有環球的優勢和中國的優勢 在一個城市是同一個城市找到 我們這個獨特的優勢 使得香港是無可替代的成為內地和世界聯繫的地方